我是比较传统的学院毕业 就是湖北美食学院 我毕业于湖北美食学院 然后我学的专业是油画 然后但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开始用一些比较新的媒介来创作 比如说做行为 然后还有做装置 然后还做一些录像的作品 一方面从微观程度上来说 我是比较关注一些生活中 社会中间的一些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东西 但是更多的思考 我会去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去思考 比如说中国的现代性 中国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一种现代社会的 比如说我会思考深圳作为一个城市 它是怎么样变成一个 怎么样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的城市 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比如说在我的作品中 一花一号 就是植物是怎么样被纳入到 怎么样被组织在现代化的进程里面 这些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并不是说我仅仅是想 就是去观察社会或者生活里面的东西 因为这些社会还有生活中的这些细节 这些日常的东西 他们是受我们的观念 还有我们的政治制度 还有一些经济技术的影响 所形成的一种社会 我这部片子主要是介于纪录片和广告片之间 因为我这个片子的名字叫一花一号 一花一号其实是一种生物的一种植物基数 是一种药物产品 这个药是专门来给树进行注射的 就是为了抑制这个树本身的开花 所以我这个片子一方面是想做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药的一种广告宣传 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个结构里面 你会看到有很多叙述的成分 是在讲这个树的种植 人工培育 然后它怎么样引发的一种后果 然后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树 它本身的引发的一种景观的效应 比如说人们怎么样去拍摄这些树 树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因为树是被系统的进行人工的繁殖 然后怎么把它们组织在这个 现代化的这个进程里面 这种现代化的这个过程里面 特别是在所有的现代国家 城市的建设是需要一些树的这种 来进行绿化 还有进行环境的这种建设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 通过人工繁殖来取代树的 这种传统的繁殖 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间出现的 就是杨树经过人工培植之后 它自身的传统的繁殖方式 它开的花在城市里面形成了一种 像降雪一样的一种景观 这些杨树一方面会造成一些 人类的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发火灾的这种风险 自然本身的这个神秘的力量 本身是不受现代主义的这个过程所控制的 我们hoor期待下来 多谢朋友们 этот葱 我们就叫他充电 优优独播放 我们就叫他离开